大家好,欢迎回到军会庆言第二节,依然有V,V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这一节想跟大家讲这个消息,应该大家都想听很久了 就是南韩终于现在文在寅,之前就去了美国 我们跟大家讲过的,文在寅去美国,也不要说考牌,因为他都快要卸任了 但是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见他的盟国的兄弟 文在寅过去当然也要问他很多不同意见 第一个包括如果围堵中国,他有什么态度 第二个就是台湾有事,他会有什么态度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表态给美国总统知道 当然拜登也会把他一些想法分享给文在寅知道 你自己的弟弟好好配合一下 其中一份不知是否美国送给南韩的礼物 公布了出来 V,可否和我们讲一下南韩关于导弹上 现在最近就解除了限制令 是啊,这个新闻今天都很多国有在说 想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说美国刚刚解除了南韩对于导弹开发的限制令 因为之前美国在韩战之后 可能都怕韩国那边想反攻回北韩 就是怕他的弟弟打架 所以都限制了一些导弹的发展 之前在1979年开始 所以南韩和美国就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只可以发展射程是180公里 最大是500公斤的导弹 之后就作出了四次修订 比如近期的就是1997年 它的射程就可以延长到300公里 到了2012年就可以射到800公里 但是重量都限制在500公斤 现在到了刚刚公布这一次 就已经所有的限制都没有了 就是说韩国现在就可以任意地发展 所有射程的导弹 那就变成了可能韩国现在 就会想发展一些长程一些 譬如1000到5000公里那么长的 中程弹道飞弹 那就不单止可以打到北韩 还可以打到它邻近的国家 所以可能对它邻近的国家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 令它们不是很放心的地方 是啊 谢谢阿B 大家发觉南韩发展的弹道导弹技术 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南韩需要不需要发展弹道导弹 你对着国家只要是北韩 其实你用弹道导弹 现在这么先进 你还在来的F-35 那你不如带着F-35 带着巡逆飞弹 就攻击对方就可以了 固然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我们也说过 始终反制的手段越多就越好 例如你有弹道导弹 你有空中的载具 甚至神盾舰都可以发射飞弹的攻击 越多手段反制就越好 因为我们也说过 北韩会在地道过去南韩 已经发现了四条地道 但你信不信北韩只会挖四条地道去首尔呢? 应该还有很多条未被发现 所以打起来越多手段反制就越好 刚才阿V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关于在冷战时代 即是1970年代的位置 其实当时美国是到处都烂着火头 到处都要瓶食 大家看到艾森无威尔是很鹤下的了 很鹰下的了 例如你见到Richard Nixon 他都开始全世界慢慢禁锁火头 包括跟苏联签了一些反导条约 所以你见到美国后来中程弹道导弹 大家都不发展美国和苏联 所以才有今天中国的东风飞弹 20日20日 如果不然其实都不到中国的小孩发展的飞弹 亦都见到当时的南韩朴正熙上台 大家知道朴正熙上台 即是畜生了很多财阀的政治 例如今时今日大家用的Samsung 都是其中一个财阀 Hundai那些都有很多财阀 当时他也想发展国防 发展国防 他发觉自己没有技术 所以你要求美国 但美国Nexon 就不会给好坚的东西 怕你就是打北韩 打北韩又要美军进来 他真的不想 即使台湾也禁止 不让蔣介石反攻 所以你见到每个地方都是 很简单 就是不要让苏联有藉口打美国 也不要让盟国搞阵 搞到苏联又可以有藉口打美国 Nexon的方法就是这样做 所以美国也肯给你的 但你要乖 就走手走脚 就走到你 刚才阿B是否说180公里 最早1979年那时候 就是180公里 其实到了2017年 他再改了之后 都可以到800公里 是的 还有没有发觉 他改的时间 其实都是历史上 后来扩张的年代 包括你看到Ronald Reagan Ronald Reagan上台 就要玩声战 他完全不怕跟苏联对陷 所以去到那些年代 我相信南韩限制之后 只会松就不会紧了 于是你看到历史 就是一直松下去 松到800公里 最后现在就cancel了 800公里也有他心意 因为800公里 是不会打到北京的 如果你不会打到北京 你就不会在那个区域 东北亚那里引起一些麻烦 我们说的东北亚 有六个国家 通常都会参与的 包括南韩北韩自己 有日本 有美国 有中国 还有俄罗斯 所以大家不知道 在同年的时候 会不会经常听过六方会谈 这些什么 当然了 如果你说你听过六方会谈 就暴露了你年纪 有些小朋友 当然没听过六方会谈 立刻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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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都没听过六方会谈 都是我在老人家才听过 当时六方会谈 还要在北京谈论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总之南韩现在 可以无限制使用 这个弹道导弹的情况 就叫做打开了禁令的情况 跟大家介绍一下 南韩一些弹道导弹的情况 它如果机载有500公里的飞弹 例如金牛座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例如大家看到 这个羽毛三马 它也很特别 那羽毛三 有分A型 B型 C型 V有没有跟我们说 A B C型 也有些不同射程 它这个网上的资料 就不知道 是否有 大家拿同一个资料 就好像有点而 不知道是否同一个 因为它说 羽毛三 就有A B C型 A就是500 B就是1000 而C型是到1500 所以我们相信 所以我们相信 它有机会 B型和C型 有这样的技术 但就不发展出来 可能一直都是用 原本3A的情况 代表韩国有机会 它的技术本身是有的 不过它就不能公开做出来的情况 所以 即是B和C的技术 它的技术在 而且它终于可以将它 擺出来了 所以它的技术处备了 欠缺量产问题 所以南韩有机会 可能在这两三年 就可以开始量产 原武3B型 3C型 但其实原武3 都可能是足够了 V是不是它现在 已经发展了 再新型 叫原武4 是吗 是啊 譬如这张图 原武4的试石 都是800公里 因为我估它试石 都是要照美国的规定 那时候 就最多给它试石800公里 是啊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觉呢 通常如果射程是800公里 它就不会 如果它说它的武器 最尽到800公里 它试石是不会800公里的 试石可能是一半 或者少一些的 可能是三分之的 如果根据这个推测 我觉得原武4 随时是过2000公里的 就是它试石800公里 如果它真的做 就有机会过2000公里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会射到 超过它的能力的 大概是三分之一半左右 所以如果这样算 1600至2000公里 就不会掉 即是说这个原武4 有机会 飞弹的距离 是真的有机会射到北京 所以这个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很好奇 如果威胁到北京 这个位置可以威胁到哪里 对不对 那我们又试试看这张图 这张图 应该大家会观察到一件事 大家来看 以这个汉城 即首尔 作为中心点 其实 首先 之前就装了 萨德的飞弹 大家记得 萨德飞弹 萨德飞弹 满城风雨 搞到当年 乐天 这间公司在中国破产 因为它借了一块地 给萨德 六架萨德的导弹车 当时去了 还说明明不是四架 为什么会变六架 走私了两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些搞笑东西 Anyway 你看到它本身的 萨德飞弹大概200公里 现在你看到 如果可以把导弹 大家看条线 如果这样的位置 800公里 大概原本就覆盖到整个北韩全景 包括日本 差不多半个本周 九州四国都中 如果打中国 就打到山东半岛 辽东半岛 北京的味道 但是如果现在 射程可以拉阔 大家看图 看到了 1500公里 2000公里 完全覆盖到中国的华东 华北 再远一点 甚至乎可以打到 你见华中的位置都可以 如果他们的飞弹 我们刚才说了 可以射到大概 500 1000到1500 大家就明白了 那位置可以打到多远 所以威胁到北京 可能原武3A 3B 3C 甚至乎最新的原武4型 完全是威胁到中国 国境的安全 如果他打到这么远 我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美国 会突然间放宽 对他的限制 由白白放宽 到可以任他做多少都可以 这个我想 就真的关乎 现在美国的政策 大家见 现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政策 很多国家都要配合 配合什么呢 首先大家记得特朗普 就率先退出了中度条约 我们说的中度条约 其实是限制了美国和俄罗斯 他们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的威力 中程弹道导弹的意思是指500-5500km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飞弹 弹道飞弹这个位正正是中国现在最强的位 包括东风16、东风17、东风21、东风26等等 这些飞弹其实就是在这个限制 所以中国现在发展东风飞弹 发展得这么好的时候 反而美国之前要放弃 潘兴飞弹 这些中程弹道导弹的建设 所以现在要急避直追 所以如果它可以的话 其他盟国也要出发分力 日本呢 阿V也记得之前他们说要发展一个飞弹 飞弹可以打到北京 那个射程是2,000公里 这就是之前日本说的一种 好像陆上的战虎飞弹那种感觉 可以打到北京 大家知道现在台湾也发展一枝云风飞弹 云风飞弹的增情形也是打到北京 这个又是一个讯号给大家 当然台湾不算是美国盟国 如果我们看南韩一定是盟国 南韩现在要归边 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归边的话 你要给我们一些东西出来看 所以它就像日本那样 要发展一枝飞弹 又可以威胁到北京 这个呢 美国你可以看到 就可以有它的盟国 就是带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战略压力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是背后的原因 所以解除了那些限制 事实如果要打平壤 就真的不需要 不过 我们有另一种分析 另一种分析 就是现在说到石800公里的位置 其实800公里 很多人会看就是 如果它本身在南韩首尔 去攻击平壤 或者攻击北韩一些核设施 大家知道北韩有一些核设施 就叫灵边 这个V应该都听过了 灵边的设施 你有没有印象是近哪里的? 近对着日本的位置? 它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有些近日本 一个是灵边那边 就近我们国家 哦 就近我们祖国的 那就真的在旁边 丹东就在附近 有些人说 为什么要起到这么近中国? 就是有什么事揽炒 所以中国就要帮忙 不可以看着灵边的设施 被人攻击 因为会揽炒中国的 所以中国一定要有责任 保护灵边核设施 那看看信不信这个北韩真的有核设施 那应该都有的 但是起碼它有核设施在那裡 如果南韩要攻击灵边核设施 其实有时候800公里 都是有些担心 如果你在首尔部署就当然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我假设 拉到最尽 去到南韩有些尼岛 甚至去到釜山 大家如果有看那套丧尸 丧尸的印象是釜山是中站 釜山有这个美军基地 如果在釜山东南角那边发射 其实未必打到灵边 因为差一点有机会 所以会担心 800公里 就不是可以全南韩都布置到这种飞弹 如果现在解禁的话 就真的可以在南韩任何角落头 去到好边缘的那些岛序上面 就放这些导弹发射 去到北韩最北的地方 即是接着灵边 甚至乎接着俄罗斯那边的边境 你都打得到 真正的覆盖北韩全境 所以解除了这个控制 有时除了威胁中国之外 也都可以灵活布置你的所有的导弹 你不是每次所有的导弹都要放在前线 又是有个好处的 就是如果导弹每次放在前线 就会被人攻击 如果放得厚一点 有个重心在那里 保护的时间会保护得好一点 当然如果说大陆导弹 就一定不够平洋厉力 平洋可以打到关岛 打到美国本土 很厉害 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其实都是仿子 就是大家斗弹到导弹的时候 都未必有好处 所以都是很多人都维持原判 都觉得你都是搞中国的了 这个情况 就是都是看着地图 你都看到是指中国的那些位置 所以中国就会觉得敏感 其实有没有可能美国 比如摆回自己的 比如陆机的tommerhock 或者摆它最新研究的 有一个LRHW的长程的超音速武器 摆过去韩国那边震一下 震一下那场呢 都有机会 因为如果摆高超音速武器 或者你见现在陆军那边 是不是说他们有一个超长程的高超音速武器 之前就有试过的 那时候试过就说射程很可怕的 射程在说超过2700公里的远 如果2700公里 那大家又看图 哇,好可怕的 2700公里 我们一张图的cover距离 都在说2000公里 2700公里好像差不多打了中国全境 打到去 山疆西藏打不到之外 差不多中国全境都被它击落 所以你看到 如果可以布置到这种飞弹在韩国 其实这个实力是很可怕的 基本上中国所有东西都被它打击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这么说 就算我不布置这种飞弹 我只是打什么呢 我只是打这个 陆基的这个战斧飞弹 康麦汉 其实它攻击的范围 都在说1500至2000公里 那又是回来这张图 又是打到1500至2000公里 大家又是最远的线 大家发觉北京又是受到威胁的一个情况 现在美国放弃了中度 真的有很多导弹 它们接近都会做测试 所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它要放弃中度 放弃中度 你就真的可以玩很多不同的弹度导弹 甚至乎现在美国玩到 高超超速都不是弹度导弹 大家知道 其实它只不过低轨 即它都不需要低轨度 直接是低飞 即它基本上几十公里那里 飞墙就可以攻击 都不需要打到百几公里这么高空的情况 所以威胁又快 对北京 如果在首尔打到北京 大概是900 不够1000公里是V 应该差不多 应该900多公里 所以大家计算数 高超超速武器 大概是10倍音速 如果10倍音速 是12000公里一小时 打到900多公里 其实10分钟左右 都不知道是否需要 就打到北京 很快 很快 北京很难回应 所以这个对北京现在的威胁 是十分之大的 嗯 那我们是不是都差不多说完韩国 好像我们还有另外一宗新闻是日本的 日本都好像弄了些东西 我补充多一点点 中国很多时候他们会抗议 就是为什么南韩打这么多 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记得 有萨德这件事情 萨德是其中一个麻烦点 但是为什么萨德 就是它的位置令到中国那么惧怕 因为中国是可以发射 我们经常说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 攻击美国的时候 其实萨德摆在门口 就将你拦截那些飞弹 如果你真的在东北区 就是我们说中国东三沙那边 发射飞弹 就会 detect 然后就进行这个拦截 你可以用萨德拦截 甚至乎用在日本海附近的神盆驱逐艦 就不能发射标三去拦截都可以 所以令到中国最大的关系 就是除了你攻击中国之外 中国攻击你就很麻烦 很多时候都被导弹预警系统找到你 杀德其中一个系统 另外一个麻烦就是 杀德未来可以唐而黄之 扩展它的雷达范围 如果中国去到内蒙古 大家有印象已经有很多sino 接下来可以射冬风41 基本上都 detect 到的 所以这些位置都很难就算 你一射就看到 甚至乎我们说过在渤海 其实是有潜艇的 潜艇如果发射巨浪 理论上现在已经发展到 2A型、3型直接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打到美国本土的话 在渤海湾发射理论上很安全 但是现在杀德看到过 又可以做到一个早期预警 又可以派一些神尊驱逐艦 又可以派杀德 又可以派杀德 又将你这里的潜艇 发射巨浪2A或者巨浪3A 又打了它 大家知道 通常潜艇发射这些飞弹 最好就是走北极航线 如果在渤海湾那里射 绝对比海南那边发射更加近北极航线 所以如果南韩真的解除了这个导弹禁令 甚至乎沙德可以肆无忌惮地掃射中国的话 其实对中国的弹道导弹攻击的威胁 就差不多消除了 中国一定会不会派杀文弹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杀德导弹是否可以1500至2000公里 如果解除了 其实我们相信它本身1500是合理的 但是中国的预计就应该是2000的 就是它早期的警告 所以我们估计它真的去打 火控可以做到大概800公里 但是我们都不是很肯定800公里是否会少了它 可能可能射到1000至1200公里 大概可以cover到 总之它的早期预警 就起码可以去到中国东三散 甚至乎去到华东、华北一带 这个是必定的 但拦截可能就会短些 就是火控的问题 但anyway 都是对中国 就是它的反制美国那部分 现在就会很严重上升 令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力 可以对抗到美国这个位置 好 不如这样吧 这一节都差不多了 我们就记住日本的新闻 那我们就下一节和大家 cover日本的部分好吗? 好 那我们下一节见 我们下期见